四川国有企业潘之花钢铁集团成都钢返厂的数千工人 要求涨工资连续三天罢工后 7号工厂恢复开工 工厂员工向本台记者表示 他们的抗议在6日遭到武警强制镇压 一些工人被打婚后抓走 职工无法跟当局对抗 只好恢复开工 潘成钢集团钢返厂万人罢工 4号起连续三天 职工早前在网上发帖说 以募集上万元人民币 用来添置食物和帐篷 准备长期抗争 6号工人继续围堵大门 只准出不准进 工厂仍然无法开工 当天中午厂领导和职工代表 在老厂东楼进行谈判 不少职工聚集在外等候消息 据了解 当天下午5点多 当局出动3000防暴特警 武警等 进入潘成钢生活区强行清查 防暴警察开始镇压罢工的工人 直到天黑 还有大量民众围观 据了解 职工代表和厂商的谈判 没有起格进展 目前公司只答应给工人 掌清200利益元人民币 判判判决决定透露 公司发出公开信表示 到2015年工资要比2010年工资三亿分 达到6万元人民币 不过目前直近年工资大约2万元 工资届时是否达到常乐 也只能事能以外 新唐人记者梁清新闻采访大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